像这样的铁锅用久了以后都是油质和黑构 其实处理很简单 只要贴上一张面膜 然后用水轻轻的一冲 简直就像一口新锅一样 我今天就把这个简单的方法分享给你 相信每个人家里都有一口 像这样沾满油质和污质的铁锅 怎么样处理都不干净 其实想要把它给处理干净 特别的简单 首先准备一袋这样的锅底清洁膜 它这个里面是有干囊膜还有清洁液组成的 用的时候使劲挤压清洁液的那一边 用清洁液把干的膜给它浸泡几分钟 充分的给它泡透 然后再把膜给它撑开 把整个锅底都给它贴满 最后剩的清洁液也倒进来 然后再用正宗的垃圾袋包裹起来 防止流的到处都是 放在一边静置一夜 如果油脂比较厚的话 静置一天一夜 时间到了以后拿出来 用这个清洁膜把锅底全部再给它插两遍 再用清水清洁的一冲就掉了 用纸巾擦干净以后 这简直就是一口新的锅 每一个地方都是特别的干净 你还能够看出这是原来的那一口锅吗